記性期的生日是4月27號 然後我們在2023年11月29號 看到這位百歲的外交官 20世紀最著名的外交官的過世 歡迎收看今天文歉的世界周報 為什麼以記性期作為開頭呢 因為它對於現在全世界的局勢 包括美國所出現的戰略的盲點 都提出了它的看法 在他百歲生日的時刻 他接受了布林伯的訪問 接受了經濟學人非常長的專訪 他也在《Washington Post》 還有《Washington Journal》裡頭 都接受了訪問 在他生日的時刻 也就是今年的4月27號 2023年的時候 他特別針對了這兩場戰爭 歐武戰爭 當時還沒有以哈戰爭 在歐武戰爭的時候 他就提出很重要的看法 以哈戰爭爆發的時間點 現在是第八週 很可能那個時刻 他的身體已經不好 所以他過世了 也很可能是 他是猶太人的身份 恐怕他知道最好 自己不要發言 總之呢 在歐武戰爭裡頭 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看法 他覺得西方應該早一點 就提出來終戰的目標 不能沒有終戰的目標 否則就會淪為為打戰而打仗 他也警告普丁 你要了解你的戰爭 你的終點目標是什麼 在某個情況裡頭 你應該停下來 在這個部分呢 就這個戰爭裡頭了解 什麼時候應該上談判桌 在談到美國的問題的時候 更是值得我們今天特別的報導 這位百歲 而且被稱為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 最老的外交官初期 然後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外交官 人家說再也沒有第二個心急了 他說美國優先太過於短視 我真正擔心的不是美國孤立或不孤立 他回應的是川普的國際戰略 他說我們根本沒有找到任何理念 能夠內聚我們的相信力 他談的是美國 然後他說放眼美國的政壇 今天意識到這個問題的 跳出來倡議美國必須找到新世界觀論述的人 似乎越來越少了 大家就在附和一些很簡單的一個看法 尤其是二戰以後比起來 當時整個各方不同的論點 現在的美國 比起那個時刻 美國各種論述的專長來講 弱態多了 他說美國現在應該行受出一個理念 而不是只是在進行一種 到處奔波的這種外交工作 同時他批評美國優先太過於短視 很多人認為他是不是親中國 或者是說他成立了一個顧問公司 奔走國際事務等等 他跟中國的關係太密切 的確他訪問了中國一百多次 但是他談到的是什麼 他說霸權之間只有權力平衡 那這個時刻你不會進入軍備競賽 你的國防預算不會過多 你的赤字不會過高 這個時刻對你自己的國內 才是有利的 黃論只有霸權的平衡才可能使世界 滅於戰爭 當我們在談惡物戰爭 當我們在談全世界美中的衝突 或是很可能影響到台灣局勢的時刻 他在過世之前差不多七個月 也就是他一百歲生日的時候 我早就說了 我提皇一个最终的战属机 外面我所提供中的任务 为了他们认为为了他们尽管 那原来是否在此时 但找到这时时的战属业 我认为它变成了重要的 你曾经说到我 Vladimir Putin是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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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do you still think of him in that way I think he's a Dostoevsky type figure beset by ambivalences and unfulfillable aspirations but not devoted to power in the abstract but very capable of using power and as it turned out Body used it excessively in relationship to Ukraine I would like a Russia that recognises that its relations to Europe have to be based on agreement 站在俄国的角度看世界 俄罗斯与欧洲有600年历史渊源 却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 半途横跨11个市区 连接亚洲 进入中东 受到太多地缘因素的牵绊 因而一直无法找到明确的区域定位 沦为国际局势中一颗长期躁动的因子 由此推论 季辛吉认为市局若要安定 首先必须说服俄国朝野 欧洲不是他们政府的目标 而是必须和解的对象 唯有双方达成此一共识 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但另一方面西方国家 如果一昧透过制裁和层层施压 来对付俄国 最终也只是徒增俄国内部的仇外心态 助长了民主主义和穷民主 作为军事理论的倡议者 季辛吉不仅关注霸权之间的势力平衡 也强调理念与现实妥协的中庸之道 此一论点对照到当今华府 堪称内忧外患 父辈受敌的处境 季辛吉认为白宫领导人 自川普一将都太执着于美国优先这个口号 太过于强调美国的现实利益 而失去了全球视野 事实上美国今日最大问题 在季辛吉看来 并不是缺乏实物面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是少了一个大方向 高瞻远瞩的理念论述 在新强权崛起 政治和社会都被快速演进的新科技 逼着亮枪前行的今天 华府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概念 来诠释新的世界样貌 和新的愿景 才能够在新的平衡点上 重拾领导威信和国际秩序 It looks as if we are retrenching The problem that bothers me It's not basically the retrenching But the We have not yet found A concept That unifies Americans And so Now the advocacy of The realization That we need a new Idea for world order Has shrunk to a Much smaller group That existed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Our challenge is conceptual More than Practical At this time 但吉辛吉却认为 从战略外交的角度来看 脱欧之后的英国正因为独立于欧盟之外 与对岸的美国又有着历史情谊和兄弟关系 在微妙的心理因素下 反而有机会成为大西洋两岸战略整合的关键中间人 在微妙的心理下 杉吉却认为 比方认为 宣传